我们给这块电路板充电 之前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把它那个供电子接上了 现在我开始把它插上来 先把这电压器插上来 看到了 它滴了一种响 是代表它已经通编了 我靠近一点 实在这个电路板已经通编了 我们一种班级姐来检测一下 有的课程呢 和大家讲的 大家在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 自己动手测试一下 自己也要动手测试一下 验证一下 不然记不住 验证一下 加上自己的一个印象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万用表 我们现在将万用表 设置在直流电压档上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二极管的 就是先测量一下 这个 这个变压器的刺激 就是输出短 它测量的电压是13.05伏 13伏吧 14伏也行 对吧 意思差不多就完了 这个不用特别精确 这个变压 这个整流二极管 靠近这个变压器的这一端的 靠近变压器 输出端的这一端 我们测量一下 电压几乎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 它的另外一端 又放在直流档上 可以看出 它的电压是10伏 10伏的电压 对吧 大家看清楚了吗 在我们这个电压前面 有一个减号 大家看到了吗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有个减号 这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们刚才是标比较 颠倒了 现在我们把 表比颠倒过来 再倒一下 让大家测一下 看前面就没有减号了吧 对吧 刚才表比对应是 正复级是错误的 其实只要数据一样就可以了 现在看出来了 10.43伏 10.42 10.43 它已经从 通过这个整流二极管 它的这个 交流电压 已经变成直流电压了 再让大家靠近看一下 因为现在 室外已经快天黑了 光线不太好 我刚才测的是拿 拿两个点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才啊 首先我测的是这个 这两个点 就是那个 电压器的输出端 也就是刺激 这两个电压 然后我测量的是 这个和这个 在这两个端 这两个端的电压 我们先把电 电的把 还带着这边 靠近看一下 这已经非常近了 然后你测量 这两个点啊 这两个地方啊 这两个点啊 是和电压系 这个电压是相等的 也是那个 电压是一样的交流电压 然后到这儿了 到这儿啊 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检测 从这两个 它这个电压 变成直流了 变成直流电压了 而不是交流了 假如 这个地方电压是正常的 到这个地方 电压没有直流 没有直流电压 那就可以更换这个了 更换这个了 大家看明白没有 因为这个电路板上 有直流电压 有那个交流电压 所以啊 必须要有这个 整流二级管 这就是整流二级管 明天我们会给大家 把这个整流二级管 焊下来 告诉大家 怎么检测 这个整流二级管 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是 通电状态下 怎么检测 这个整流二级管 是不是好的 对吧 明天我们会把它焊下来 然后单同测 假如这个地方啊 对吧 它有这个输入的电压 有交流电压 到这一侧 它没有直流电压 那肯定有 其中有一个坏的 也可能都坏了 但是到底是哪个坏的 我们需要去插下来 把它焊下来检测 明天我会大家 把它焊 焊下来 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时间非常忙 今天的课程就这样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